大家好,刚刚获得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命令 任命了新的俄罗斯海军司令 新的海军司令是 亚历山大·莫伊·谢耶夫海军上将 他接替了原俄海军司令 尼古拉·耶夫·梅诺夫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现在实际上呢 这个新任命是在黑海方向 俄军黑海舰艇被击沉索克洛夫 也就是黑海舰艇司令被免职的背景之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改变未来 在黑海方向和整个海军力量 进行重新的部署 另外呢 这个莫伊·谢耶夫 他有强大的北极海下长期作战能力 也说明俄军下一步可能在北极方向会有行动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亚历山大·阿雷克·谢耶维奇 莫伊·谢耶夫 他的简历呢 1962年4月16日出生在 当时的苏联俄罗斯苏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加里尼格勒地区的瓦尔杰斯 波尔斯科村 19年5月3日至24年3月10日任北方舰队司令员 24年3月10日担任俄海军司令 代理司令海军上将 俄罗斯联邦英雄 他的背景显示 他是在加里尼格勒州出生 毕业以后于加里尼格勒州苏埃 此刻是高中和电影技术学校学习 曾在比尔姆州别列兹尼基一个电影修理厂担任工头 放电影的 1981年他被征召到苏军 驻乌拉尔军期 叫义务兵役服役 1982年他进入彼得罗德沃列茨克市 海军无线电电子学校进修 于1987年毕业 87年在北方舰队K-117号潜艇上服役 K-117号核潜艇服役 这艘潜艇是核潜艇 那无线电技术作战部队计算机组工程师 1990年10月起担任无线电技术作战部组长 1992年10月起任高级助理潜艇指挥官负责作战控制 但是潜艇部队最高指挥官不是驾驶潜艇的舰长 而是真正的无线电作战部部长 他是唯一的可以获得外部信息 记住他下达命令给潜艇 1992年10月起任高级助理潜艇指挥官负责作战指控 94年担任K-18卡雷利亚号战略核潜艇舰长高级助理 他在此期间因一次北极长弓的行动被授予勇气勋章 具体行动内容没有公布过 根据现在我获得的一些信息 他是在北极的一次执行任务中 应该是到达了过去美国和俄罗斯核潜艇 都没有到达过的某一点 并升起了俄罗斯国企 所以他的这次任务应该是在北极点附近 和美国在北点附近进行的某一次 叫竞赛也好 或者是北极点的对抗 我个人愿意说是对抗 所以他获胜船员 在北极升起了俄罗斯国企 这是一个经过 具体的情况 俄罗斯的媒体 包括俄罗斯的很多情报都没有显示 这次到底是和美国在争夺什么 到底是两边竞赛 在北极竞赛什么 没有公布 但是他获胜了 他带领了船员升起了俄罗斯国企 而美国核潜艇灰溜溜溜的跑了 1994年他进入海军高级特种军官班 于1995年毕业 1995年7月起担任K-117核潜艇高级助力艇长 97年10月到2001年7月任K-407新莫斯科斯克号弹道导弹核潜艇第二组指挥官 1998年7月7号指挥战略核动力潜艇K-407 也就是新莫斯科斯克号 作为潜艇舰长 首次发射了两颗德国商业V型 并成功地进入了滴滴轨道 2000年他从巴勒芝海的水下位置成功向勘察家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短弹 2003年他以优异的诚意毕业于苏联海军上将库斯尼祖父命名的海军学院 2003年6月任北方舰队第31潜艇师参谋长 2006年8月任第12潜艇中队副司令员 2007年8月至2009年任北方舰队31潜艇师师长 2008年他作为舰长在北冰洋水下监督了K-44 梁战号战略导弹核潜艇 从北方舰队到太平洋舰队的航程过程 并因此护航有功授予第二级海军勋章 勇气勋章 2009年他进入俄斯联邦武装备总参部 军事学院国家安全与国防学院 并于2001年以金智奖章毕业 2001年2月14日根据俄斯联邦总统第181号命令 授予他俄斯联邦英雄称号 梅德维耶夫于11年2月21号颁奖仪式上 表示俄罗斯英雄金星勋章 授予北方舰队战略潜艇编队司令员 亚历山大阿里克谢耶维奇 莫伊谢耶夫 在战斗学术中 在他的领导下成功的测试了新武器 并进行了多次导弹发射 作为最高指挥官 我监督了这次演习 一切做得很好 12年4月任北方舰队潜艇部队副司令员 12年4月根据俄斯联邦第423号总统令 任命他为北方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员 从17年他就担任 11月22号担任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副总参部长 18年又任黑海舰队代理司令 19年5月3日任命他为北方舰队司令 他获得过祖国攻击勋章 四级 两次勇气勋章 一个是1995年 94年 也是俄罗斯现代历史上首次前往北极点 那么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当时执行的任务 应该是带领潜艇部队在北极登陆 从北极从潜艇上离开潜艇 然后从潜艇的位置应该向某一个未知的 北极点附近的位置进行探险 结果成功的比美国之前成功的到达 而且插上俄罗斯国旗 所以因为这次行动 他是极地探险家 被俄罗斯官方认为他是极地探险家 不光是潜艇 他在陆地 在北极的探险 他有丰富的经验 不光可以指挥潜艇 他在登陆以后在北极 那种非常严酷的海环境下 北极这种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他也可以成功的带领自己的部队 成功的到达北极点 所以是北极探险家 08年11月22号 领导K44梁赞号潜艇 从北方过渡到太平洋舰队 当时他的旅行是在北极的冰层下 带领潜艇秘密地穿越北冰洋 整个行动也是非常惊险的 因为北极的冰层下面水域 他非常清楚 只有他带领新型潜艇 才能正常的穿越北极冰层 安全的到达太平洋舰队 要过北极冰层的话 他有丰富的极地探险经验 所以也是靠他的领航作用 安全的把这艘核潜艇部署到了太平洋舰队 又获得了二级祖国攻击巡章 08年授予极地探险家称号 这是新的俄罗斯海军司令员 未来俄罗斯可能在北极方向 也会有更多的行动 这是普京授予他极地探险家称号 那么乌克兰方面 今天也有个消息 乌克兰也任命了 新的乌军的空军司令 解职了乌军现任的空军司令 尼古拉奥列丘克 奥列丘克被解职是与俄军摧毁 两套爱国者系统有关 俄罗斯方面公布的信息显示 俄军摧毁不是S300 是爱国者系统 所以摧毁以后 奥列丘克很快被解职了 他实际上指挥乌军 对俄军很多包括A50预警机进行打击 非常有功绩 但是在爱国者系统被摧毁以后 那么他实际上也被解职了 那么也说明俄罗斯方面也在报复 虽然黑海方向 海军被封锁在塞瓦斯沃尔 但是俄罗斯空军远程导弹可以摧毁美国的爱国者系统 乌克兰防控能力还是非常差 我也介绍一下奥列丘克 他1972年5月25号出生于乌克兰 卢茨克 是中将军衔 72年5月25号出生 毕与日托米尔防空无线电电子高等学校 哈尔科夫军事大学 04年毕业 乌克兰国防大学 10年毕业 94年开始在里沃夫卡门卡布格斯卡亚市 第540防空导弹团S300无线电作战控制部服役 至1998年担任S300防空师 无线电工程联作战控制部数字计算机和数字计算机组长 98年到02年任装备副市长 防空导弹师无线电工兵联司令 防空导弹师师长 04年到06年任第160防空导弹旅副旅长兼技术鼓鼓长 06年到09年担任该旅 这是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新的任命的情况 那么现在乌克兰的局势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俄军未来对乌克兰的这种空袭力度还会加强 特别是现在英国可能将金牛座 从德国买过来 然后由英国提供给乌克兰 那么俄罗斯的防空力量 俄罗斯在黑海方向对抗乌克兰 对抗西方那种导弹威胁也会加强 乌克兰可能会调整自己的防空 所以更换了防空司令 另外俄军在黑海 特别在波罗的海被封锁以后 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以后 俄军未来在巴伦之海 在整个北极 俄军整体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波罗的海黑海被封锁 俄罗斯方面被北约封锁 那么俄罗斯未来的重点要在巴伦之海 挪北海也就是在北极方向 俄罗斯会有突破 所以俄罗斯实际上 未来整个的海军力量会向北 向太平洋舰队 向北极 整个北极冰层 这个方向 俄罗斯方面可能会集结更多的力量 所以美国还有北约想封锁住俄罗斯也很困难 所以俄罗斯任命了新的海军司令 我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答复